大家好,我是西藥蓉雅正 今個星期會繼續和大家分享我們基金最新的狀況 我們在倫敦舉辦的《蘋果日報》文獻級藝術展覽順利舉行 之前開幕禮就很開心邀請到Benedict Rogers、Phil Lau、謝文傑先生 以及文藝組織我們的Loretta Lau來負責幫我們做一個開幕的儀式 也很感謝不同的香港人來支持這個展覽 我們希望這個展覽會是我們西藥蓉藝術計劃的其中一個起點 將來我們會繼續進行更多關於文化和藝術的工作 也很感謝不同的藝術家都願意就著這次的展覽去創造出他們新的作品 只有我們文化和藝術可以持續地發展和醞釀 我們才可以有自己的軟實力去鞏固我們自己的身份認同 講完我們的展覽之後 就是時候去看看國際和本土之間的一些新的發展 近來港共動作頻頻 除了放話這個23條即將立法之外 也都姜太公式圓紅海外港人 也都高調地針對香港的黃圈 就是拘捕了前眾志的成員 總中跡象表明 港共政府為了繼續營造這個白色的恐怖 是會持續對舊有公開的民主派系港人進行這個報復 風高浪急之下 對於香港的在籌支援有什麼影響呢 適用本身的安全措施又是否穩固呢 今集我都會略略跟大家去講解 在我們去探討或者研究在一些獨裁和專制政府 或者環境裡面的一些法律的時候呢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認知 就是我們不可以用西方的那套法治去看這些法律 一旦你持續用西方的法治觀念去看呢 你是會不停有落差 而且是理解得很辛苦 因為中國政府都一早已經講明 就是中式的法治呢 是有法律就等於是法治的了 是以他們自己的法律去治國的意思而已 所以呢 我們如果繼續用西方的法治觀念去看呢 是永遠都跟不上他們的步伐的 而我們觀察到就是香港政府不停用一些 很沉重複很湧聚的一些法律呢 去架床蝶屋 指在其實為了些什麼呢 只是單純呢 去增加大家的心理壓力而已 可以形容呢 就是他們不停在那裡潛建的一些法律 沒有實際的邏輯 也都從來不著重任何理據 比如香港大學前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教授呢 曾經也都講過 其實23條呢 所要求的國家安全法律呢 其實一早已經存在了在香港法律 只不過呢 就是散落了在不同的條文 例如在英籍時代 香港法律本來保障的英皇呀 聯合王國的這些字眼呢 其實已經一早已經改了 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央人民政府這些字眼的了 而現在我們都有一些刑事罪行條例 官方機密條例 或者社團條例等等 其實裏面也都有講到 關於煽動、叛亂和間諜的罪行 這些呢 一早已經涵蓋了 他想做的23條的要求 而我們呢 在反送中期間呢 即是獲得中央政府送贈的這個國安法呢 裏面呢 有訓練國家啦 顛覆國家政權啦 組織實施恐怖活動啦 外國勢力干預這些東西呢 其實也都是跟23條呢 是重疊的 有一樣最兒稀荒謬的東西呢 就是關於23條和現行國安法重疊的地方 為何會有這麼多餘呢 即是支持特區政府的一些議員呀 報紙呀 勢力呢 永遠都是統一用一篇差不多的稿 三月兩月呢 就模糊過去就算了 反而最詳盡分析的報導呢 就來自他們所謂的反對勢力呀 或者國際社會別有用心的地方 往往都是BBC呀 或者其他這一類的媒體呢 才最詳盡地分析 他們自己原來都說不通 反而外國呢 還說得通過他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呢 其實他整體來說 他根本都不著重自己的理據 因為中國那套法治 根本就是沒有理據可言的 他是人治 基本上 所以他從來都不需要花費任何的資源 或者不需要花費任何的努力呀 去跟你解釋 因為他就是字典 由以上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呢 其實他搞這麼多不同 花款的一些這樣的法律呢 核心就只有白色恐怖而已 目標呢就是讓大家自動自覺地服從 和恐懼 然後呢你自己乖乖地呢 就不做任何事了 如果大家因為這樣而被他嚇到呢 那他就是大成功了 因為這個就是他想做的事 為什麼他需要不停提醒你有新的法律 不停提醒你有風險呢 就是因為他的法律根本沒有用 如果他的法律是有用呢 他通常不會需要拖這麼久的 就是他不會需要跟你 啊眾仇法講很久 諮詢很久 是不是 23條不停在那裏講 說明年又整又成 不需要的 大家回憶一下之前 蒙面法 限聚令 或者國安法 立法的衝動呢 是神速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可以即食有用 而其他為什麼拖這麼久都不講呢 就是因為他根本沒有實際作用 他唯一的作用呢 就是營造一個壓力 或者製造一個他自己 不停在那裏有 繼續為這個中央人民政府呢 去努力維護國家安全的形象而已 簡單來講呢 就是拆鞋 交數 那所以你看到他不停拖 很久才扔出來的那些法律呢 基本上呢 是沒有實際作用的 甚至乎之前 香港警察很高調地說要追輯八個在海外的香港人 但是他自己鬼魄後尾就這樣 說說 他就要自己回去自首 就是我原本以為呢 以前讀中史的時候呢 你都會覺得 其實 姜太公釣魚這件事是否真的呢 就是大家以前有讀中史 我們都知道 其實 很早以前那些歷史呢 其實 講到尾沒有人知道是真還是假的 就是永遠都會有個人 可以 那些第三角度可以支撐了 那些皇帝和他的將領那些對話 其實 姜太公釣魚是否真的呢 沒有人知道 但是告訴你到今天呢 嘩我相信是真的 為什麼 因為 原來香港警察是真的可以這樣做的 他真的是姜太公釣 覺得 你自己回來自首 他覺得真的可以 然後緊隨其後呢 就是李家超自己透露了口風 就是要大家呢 要對這八個人呢 就是被枝刺 就是說真的 如果你真的想 懸紅他們 有人捉他回來 那你又為什麼要被枝刺呢 被枝刺 我怎麼幫你捉人回來呢 你到底是不是要先給他一百萬 是還是不是呢 那其實一拍完就知道 根本他們自己都知道 他所有的法律 一去到海外 就沒有人理他 都沒有實際作用 那所以呢 其實 都是做show 好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探討另一件事 就是香港的風險了 即既然 所有在外國的活動呢 是 是 沒有辦法影響到 但是你在 香港 捐錢 有沒有風險呢 始終他真的有個眾籌法 他有個國安法 又有洗黑錢 很多東西 那我會不會中其中一樣 都已經 很麻煩呢 那我自己的分析呢 就是 不會的 為什麼呢 那我也可以給大家一些事例 來看一看 這些事例呢 是由19年去到現在 持續呢 是應驗和證實著 基本上 他是不會 有大規模的動作 去針對大部分的捐款群眾 例如 國安法第一單 真是針對大型眾籌的呢 大家如果有印象都知道 應該就是傑斯那一單案 就是D100的主持人 那他呢 那時候就有一個 是 如果我沒有記錯 如果讀錯請原諒 我記得就是 簽過爸媽 那就是 助學那些台灣學生 那 他就正式 叫做第一單上國安庭 就是眾籌去幫示威者 就是 基本上其實所有的籌權組織呢 都中這種風格的了 就是如果他 有心要玩下來呢 現行的所有 在香港還 很偉大 而冒險地運行的籌權組織呢 都是會 可以用回同一個套路去告的 那但是我們留意到就是 即使他拿了他的銀行帳戶 知道了那些交易 但是你不會見到他用國安法 大群毛地去捉那些捐助者 當然你說他們有沒有隨後去約談 那些捐助者 我相信一定有 但是你說會不會因為這樣 而因為你捐過 立刻抓 充公你財產 扔你入去十年呢 啊 我覺得是不會發生 而事實上 也都沒有發生 而第二單案呢 就是612 但如果印象 仍然在那裡 應該會記得 香港警方呢 是拿了612 一份大壓捐助者的名單 即是10萬元以上捐助者的名單 但是我們有沒有見到國安庭那裡 出現一大批 10萬元以上的捐助者 進去被人告呢 是見不到的 當然 你說 他會不會有秘密找人去跟他們 會不會有被國安約談 一定會 但是起碼就是 如果是大壓名單 都沒有被人高調 這樣去用國安法抓的時候 其他其餘的捐助者 那就相對來說是更加安全的 而直到今天為止 起碼我們都見不到 有用過6日2捐款平台 那個服務的一些普通民眾呢 是被人拿出來呢 去告國安法告 眾籌法 或者眾籌法都未成立 告洗黑錢那些 我們都暫時見不到 而再說下去呢 就是最近呢 啊 這個很遺憾這件事 真的 那就是 其實他算是黃色經濟圈 的一個重要指標 因為他仍然都是19年去到現在 那種理念和氛圍的成全來的 是黃圈 那所以他叫做首當其衝 同時因為他們也有一個特殊的身份 就是因為他們以前是香港眾籍的成全 所以呢 就某程度上呢 是拿了來祭旗 那但是我們都見到就是 你用過MEE 或者甚至你是說 參與MEE的一些商務呢 暫時都見不到 他們有一個大規模拘捕的跡象 我也都覺得 就是我自己個人判斷了當然 他不太可能去實現這件事 所以我們見到的一個手法 或者他的風格 主要呢 他就是針對發起人而已 也即是說呢 負責統籌的那個組織呢 如果是在香港本土呢 就風險相當大 但是即使是香港的組織呢 出了事都好 你是資助這個組織的 你是捐了錢給這個組織的 他都不會說有一個大規模的拘捕行動 不論是19年 或者之後 或者到現在 都是沒有出現過的 而更加重要的是 西融本身就是一個海外成立 在英國註冊的一個社會企業 那所以呢 基本上呢 我們是不會被他抓到 也都不會給他任何資料 所以他也是無從得知呢 因為是甚麼人捐過給我們 而我們採用的這個歐洲的捐款平台呢 他也是不會在你的轉帳紀錄上面顯示 你是轉帳過給我們 他只會說出我們的一些性質出來的而已 那換言之你的銀行紀錄呢 是不會說你捐了給實用人道基金 那所以呢 他們其實某程度上也都無從稽效 那 而如果更加安全的方式呢 我們甚至是有加密貨幣的捐款形式的 那 如果你透過加密貨幣的捐款呢 就更加安全的 因為基本上他是沒有任何香港的銀行系統 即是香港境內的銀行系統的紀錄呢 是沒有的 那所以暫時來說呢 捐款給實用呢 仍然是安全和穩妥的 那都實不相瞞啦 那在V這件事之後呢 我們是經歷著一個退捐潮的 那很遺憾沒有辦法 就是世界就是這樣運作的 寒蟬效應白色恐怖 是實際存在的 那大家都知道我們那個捐款 一直都是嚴重落後於 所需要的這個運作 金額 那 所以我們是再經歷一個困難的時期 那 希望我們捱得過 如果大家身邊有認識的朋友呢 都可以跟他們解釋 即是如果他們有退捐的疑慮 都可以跟他們解釋 甚至可能給這段專欄 就傳給他們聽 即是其實 因為社群是在海外 他們基本上呢 是不會受香港監管啦 那他們是沒有辦法 透過我們英國政府去拿到我們的資料 因為英國政府一定不會進去啦 而我們的司法領域呢 也都是不需要跟他有入行合作 那 再者 就是我們這個捐款平台 是這個歐盟 的一個捐款平台 它是不會 show 到在你香港的銀行紀錄裡面呢 它是不會 show 到呢 你是捐了給稀入用的 它只會說 你捐了給一些什麼性質的東西而已 所以這也是要保障大家 同時如果大家真的很擔心這個安全呢 是可以考慮使用加密貨幣的捐款方式的 那說完為什麼我們安全之後呢 我也會說一下就是 我自己預期香港 香港接下來的兩三年的那個變化會是怎樣啦 那大家都知道一定就是越來越差的啦 那大家心中有數呢 他們是交數的而已 基本上香港國安呢 是拖牆來拉的而已 他今天搞得咪呢 其實下一步呢 就是 我希望我講不中啦 當然 那我估計他應該就是針對黃店的啦 因為所有基本上公開的一些民主組織呢 都已經被他呢 就是摧殘了的 無論是 即現有的黨派要麼就解散啦 要麼就停運啦 或者甚至乎可能支聯會 都已經被他說 你拿了外國資金啦 那而剩下的組織呢 基本上都已經不是組織來的 簡單來說 他們真的是一些公民社會的單位來的 即是可能一些籌權組織啊 店舖 這些根本其實就說不上是政治組織 也都不是一個政治組織 因為他們做的東西其實 簡單來說就是支持民主 或者宣揚民主理念 但是民主理念這東西其實是很 很民生的東西來的 因為我們說的其實就是人權 人權是與生俱來的 那你說一樣與生俱來應有的 權利的時候 到底是怎樣危害國家 我到今天都不會明白 現在都沒有人會明白 總之他說你是就是 那現在他已經下來 只剩下這些組織 去給他 去 去 去 吹到他們 是可以危害國家的 即是大家數都數得到 大家都走了 拉的拉了 只剩下什麼呢 是吧 就是黃店和一些 籌權組織 這些是可以調查到記錄的 即是你19年的時候 你是做過些什麼 你貼過些什麼 其實他一早就有記錄 為什麼他現在不拉 某程度上他都是拖場來做的 是的 那因為他拉一間店 也都不會引起很大的恐慌 即是如果他拉的是全部捐獲者 大家夠起夠走 即是可能移民 就不知道幾十萬人那麼少 就是如果他真的 你想想如果明天新聞出一單 他跟你說 你捐過六日二 我們現在要拘捕 一百萬人 你猜那一百萬人是什麼反應 所以他不會做這件事 不能做這件事 是吧 監獄都不夠錯 所以他不會做這件事 但是他可能會捉黃店 可能會捉一些籌權組織 因為 他們是一個可以用來 繼續去醞釀這個白色恐怖的 一些原材料 在他們的角度 所以我最擔心就是黃店 和一些籌權組織 當然 每個人都有他們的那個 決議 所以我們只能夠尊重 我們都盡我們最大的能力 去祝福他們 那 是的 大家 真的要多多 謹記 還留守在香港 而很堅持做這件事的人 真是 很難得 很難得 但是黃店或者籌權組織 是首當其中的 未來這兩三年 但是我們自己就可以本屁 或者覺得 很輕鬆 他不會大規模拉捐助 他不會大規模拉捐助 我就可以很安然 但絕對不是 大家看到他 他 時不時都會 開啟不同的條例 去證明 那些條例是有用的 有必要存在的 他們不是多餘的 雖然他們真的多餘 但是越是多餘的人 就證明自己不是多餘 所以就搞很多事情出來 了弄 證明自己 做得很好 那所以呢 你有時候都見到他說 外國在日本 說過 即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他都會 回來香港就抓你了 那他就時不時 就要做這些事情 那 你怎麼不會成為 被他拿出來 祭旗的平民呢 因為很多事情 大家都 必須要做得好 不難的 只是一個習慣 大家一定要養成 或者養好這個習慣 那可能我接下來有機會 我都會再長談這一部分 但是今天呢 可能就簡單地說一說 基本上呢 因為太困難 或者太高科技的事情 就無謂在這裡說 即是有時候大家 即是不要說大家 可能我自己其實 對於科技產品 或者IT 就真的不是很熟 我是文科出身 我都勉強在學著 但是有些事情呢 是大家手到拿來 一個習慣培養來的 即是 懶和不懶的分別 但是在香港今天 即大家都 有時候都會買保險 是吧 即你怎麼都會 找些東西去確保自己後路的 大家都會儲錢的 那更何況現在面臨國安法呢 那你做多一些 不用錢的這些 就是你的習慣 你做好了 那你自然呢 風險就降低 我覺得很值得做 那第一樣就是 你一定要保護你自己個人的事人 任何關於你 支持過民主的一些 舉措 言行呢 今天真的不需要 說給外人知道的 你只是 當然我明白有時候 你要和你的熟人去慎 真的和熟人慎 好了 任何身色的人 都盡量不要說 都不需要說 因為 因為你永遠都不知道你 隔場有意 第一 第二就是 尤其是你在社交媒體 說話呢 你以為 你不會露出你的真心 但是其實 很多時候 你長年累月 用的時候呢 是留了很多 可以被人追得起你的 一些個人資訊的 尤其是大家久不久就會見到 馬某在網上的一些發言呢 就被警方 起出來就被抓了 為什麼呢 就等於以前 其實這件事 不是說香港其實是特別厲害 這些是普通的起底 這些起底 很久以前 已經在討論區有的了 經常都會 有些人說錯話 然後被人起底 出來 就找他回哪家學校 在哪裡做事 這些不是警方特殊的技能來的 這個是平民民間都會做到的事 為什麼平民民間都做到呢 是不是他們有什麼破解軟件呢 當然不是 他都沒有空 跟你買這些軟件回來 為了起底 不會 很多時候是你自己自爆的 就是說 你過往的言論裡面 其實透露了很多你的個人資訊 譬如有些例子 譬如最出名的連登討論區 經常有時停電 或者有些特殊事件發生 有些人就開了報告 大家有沒有停電 大家在哪區 住什麼樓 那些人就直接報了 譬如 龍盆院沒有停電 你留言的帳號 我就知道 這個人是住在龍盆院的 可能在其他帳號 可能在其他帳號 有些帳號 可能有些帳號 是說 我當的 當的 中文大學 營身營討論區 那你又在那裏 那你慢慢就要收入 我就知道你住在龍盆院 你呢 就是中大 不知道第幾屆的營身營 一對就知道你是誰了 是不是 那所以 我們過過 我們社交媒體 很多的言行 其實是透露很多 我們的個人資訊 所以呢 如果你不肯定 盡量就不要公開 去講這些 或者公開這樣 用別人知道你的一些帳戶 去講一些 令你風險增加的說話 除非你很肯定 你自己開一個帳戶出來 或者你用的帳戶 是100% 是不會連結到 你個人身份 那你才好講 那另外呢 就是不要在 香港銀行體系裏面 留太多的痕跡 那譬如說 就是你盡量 盡量 都可能用一些 海外的捐款形式 或者用一些 肯定沒有事的平台 譬如我們可能見到 Patreon 那樣 那他都說明 之前香港政府都說明 都想去披露資料 他不肯 是不是 他不買他吧 那或者可能之前的 大家看過那些行之有下的平台 但當然 大家可能自己做一些資料搜集 那是不同的 社群組織都有用開 而是沒有事的 那你那些 盡量用回那些平台 那你說有些呢 很明顯是中資背景的 譬如PayPal Hong Kong 即PayPal這個東西 雖然本身是美國 但香港的業務是不同的 是 是由中國去做事的 那譬如這些 付款的資訊 或者這些付款的途徑 最好不要用在一些 支援手足 或者支援社運的東西上面 你一定是用回一些 穩陣的平台 穩陣的一些途徑 譬如剛才 如果你真的很擅長加密貨幣 就用回加密貨幣 如果你是 一定用信用卡的 你就選回Patreon 或者其他一些可信的平台 那你就不要用PayPal 不要直接 用你自己的銀行戶口 過去別人的香港戶口 就盡量不好了 第三樣東西 就是你定期要清除自己的一些紀錄 就是萬大事 就是其實 譬如你一些通訊軟件上面的一些紀錄 其實是很容易可以起得出來 就是譬如 大家都知道 其實香港警察是有能力 去問電訊商 去拿一張 複製一張你的SIM卡 那其實很多通訊軟件 有個號碼就可以登入到的了 那譬如 他覺得你是 那他要搜證的時候 其實他不需要 入到你家裡去拿你的電話 很多時候去問電訊商 去拿複製你那張電話卡 一登入 網上版 就是那個work版 不知道大家知道嗎 WhatsApp Signal 一直都有的 他一登入就是了 那你所有東西都展示給他看 那 甚至可能登入了你都不知道 那你不去檢查那個 那個 sorry activated 的一個登入 Session 那如果你不檢查 你可能去長期登入了你去看 你都不知道 那所以最好呢 就是 積極去 行常地去清除你自己的一些對話紀錄 譬如你跟朋友說完 香港政府今天怎樣怎樣怎樣 怎樣不好 怎樣蠢 那 最好 大家都清一清去 因為 這些事情 你可以每天說話 跟朋友 去再談 但是呢 紀錄呢 是不需要去留的 是吧 這些對話紀錄呢 不是蘋果日報 不需要保持的 那大家有空呢 就清一清去 是吧 那 亦都是啦 社交媒體有時候 如果你很久以前 你可能post過某些東西的 定期都看一看 會不會 剷掉它 那可能 接下來 尤其是你知道你自己的戶口 是 連結到你真身的 就是有很多活動 有很多track record 那你盡量 噢 現在可能沒什麼人知道的時候 你就提早 證明你以前19年 20年 有的一些record 那就會 相對好很多了 那再次謹記都是啦 任何你的電郵啊 通訊軟件啊 社交媒體啊 那些訊息啊 就是跟人講過相關的 問過相關的 會透露你有 支持某些組織 或者你有意欲去支持某些組織的東西呢 盡量都不要留那個記錄在那裡了 那很快地說 就是低調 不需要經常跟人說你幫過誰 支援過什麼組織 更加不要在一些公開的社交媒體那裡說 然後盡量呢 就用一些可信的捐款平台 不要用一些呢 和中資有物切關係 或者直接就是由中資控制的一些付款方式 例如Alipay啊PayPal啊那些就死定了 也就是要積極去清除你那個對話紀錄 尤其是牽涉到一些敏感一點的時候 當買個保險 其實是不需要買的 你自己免費保險 清一清去 有什麼呢 下次再說 今天說完今天清 而我們使用本身的捐款 途徑的安排呢 已經是做足以上三樣的東西的了 第一 我們是不會主動給你收據的 你問我們才有的 就是以防有太多的電子紀錄可以被人 track到 或者你忘記了delete 然後我發給你又不知道 還是就被人看到 那就不太好 你問我們才會給的 那你問你有需要 你也有安全意識知道要怎樣去處理 那我們才會給的 那另外呢 就是我們的捐款平台 是歐洲歐盟的一個捐款平台 而它呢 是不會主動披露你任何的資訊 而你捐款給我們的時候呢 你的銀行 香港體系的銀行 也都不會表達你捐了給我們 那所以以上這些措施呢 正正都是cover了 剛才我提到大家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所以希望呢 大家是可以保持對於社群的信心 那繼續信任我們的操作和運作 那希望呢 我們可以維持我們的資金去幫助香港的在囚者 那我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這裡了 那接下來下一集呢 那我可能會再跟大家分享多些我的心路歷程 或者是一些家屬的狀況 那希望下星期呢 大家是會可以繼續陪著我的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意見啦 或者對我們的一些支持鼓勵的話呢 都很歡迎大家呢 在Youtube的留言那裡 或者在IG都好 去留言給我們看 因為其實我們呢 團隊真的很小 一來 二來就是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呢 都要隱密地工作啦 其實我們都很想 即也沒有工作了那麼久啦 我們有時候都想聽到大家的一些意見 或者聽一聽大家對我們有什麼感受 當然如果是一些正面啊 鼓勵的話 就更加對我們的士氣有幫助啦 那我們都其實很想 不只純粹是 叫大家捐錢就算啦 很多時候其實我們真的想認識大家 或者跟大家做個朋友 即是我們是同路人 不是單純的一個收款平台啦 簡單來說其實我們 我或者你們 都是一九年街頭上面 的一個普通市民啦 那如果我們呢 即是有機會的話 互相勉勵啊 聊聊天啊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的士氣啊 或者我們自己 就會沒有那麼孤獨啦 那當然你說我們 有沒有時間去 即是不停交談一定沒有的 但是簡短的一些交流啊 即是在留言區的一些小小鼓勵呢 我想 對於我們都會有很大的幫助啦 那麼 對了 希望下星期可以 繼續 和大家 繼續交流 多謝大家